賴清德新內閣名單公布 包括卓榮泰 政立軍 公民心都入閣 民眾眼中誰最台獨呢 你覺得誰看起來最台獨 賴清德跟蕭美清吧 我覺得綠色比較台獨 我對綠色的印象都是台獨吧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那邊打嘴炮 民進黨說我要台獨 然後對面就說台獨我要打過來 問題是我覺得打過來成本太高了 因為民進黨的應該都是台獨的啦 因為如果說沒有主張台獨 他不會去加入民進黨啦 他們都是獨派的啦 每一任 就是大家選前都會說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怎樣 就是啊 可是事後做不做得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還是要他真正做 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帶著台灣獨立這樣 不贊成獨立啊 OK 我是金門人 然後呢 所以我希望說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獨立喔 獨立我們怎麼回去金門啊 你要叫我跟這邊南韓北韓一樣 我不同意啊 獨立我不同意啊 好啦 謝謝啦 說你要換總統 對 我說你要換總統 小英要下去啦 換那個 賴清德什麼啦 喔 台灣要廢了 什麼東西 台灣要廢了 賴清德他是 民進黨嘛對不對 對 但是老實說我覺得 以民進黨執政的方式 我沒有到覺得很喜歡 就是以之前他們 有做過這樣子執政的話 我就覺得效果沒有到很好 反正蠻亂的 你最不滿意哪一條 不不滿意 就算你真的把票投給賴清德好了 他也不可能真的帶領那個台灣獨立啊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台灣目前沒有一個人可以帶領台灣獨立 那你獨立了之後 你的經濟要怎麼發展 你的國發要怎麼發展 全部都沒有一個配套措施 全部都只是為了拉攏 拉攏可能部分的選民 或是你黨派自己的內部人士的奮鬥 這樣子 那獨立根本是困難的 我覺得台灣其實本來就是獨立國家 對 就不管執政黨是藍的 或者是綠的 必須認同的就是 其實中華民國就是早期 國民黨撤退來台灣 這是不可否認的 台灣本來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只是因為當時是一個省 所以叫台灣 那其實我們的國號就是中華民國 對 這就是不能否認的 年輕人說綠色通通都是台獨 不過他們認為台灣不可能獨立